哈囉大家好我是Ky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為何你應該要把硬舉加到你的訓練菜單裡 學會做出正確的硬舉 不僅僅是有助於你在各方面重訓的運動表現 讓你的身體進化到另外一個層次 更是對你日常使用 我們單從硬舉這個動作來看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很直接 彎腰屈膝下去撿東西的一個動作 然而很多人 尤其是長輩們 大多都會把彎腰撿中物這個動作 視為非常危險的舉動 但是 彎腰撿中物卻又存在於 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而硬舉就是一個 把彎腰撿中物發揮的淋漓盡致的動作 那這麼危險的動作 為何會跟 我可以告訴你 正確的硬舉是一個 非常安全優良的訓練項目 它可以強化你的 腰背核心臀腿肌群 硬舉訓練有助於減少 核心 髖關節 膝關節周圍受傷的風險 甚至延伸到強健全身四肢 再說到 為何日常生活習慣 彎腰撿中物等等 會讓這麼多人拉傷閃道藥呢 其實主要原因有兩種 第一 日常生活的不良姿勢 當你長時間處於一個動作太久 例如久坐 側躺等等 核心肌肉處於疲勞狀態 尤其是保護我們脊椎的豎積肌 而你又因為平常沒有鍛鍊 肌肉不夠強健 保護不了身體 當你突然想起身 或是轉身的時候 這個瞬間 就很有可能會造成拉傷 第二 突發性外力 舉個例子來說 當你今天想要換床單 或是移動櫃子沙發 彎腰撿個啞鈴 這些需要彎腰出力的動作 一個不注意 或甚至你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用一個脊椎保持中立的姿勢來搬動重物 這時候肌肉本身承擔不了這個突發的力量 就會造成我們所謂的拉傷閃到腰 尤其是 圓背 轉體 側拉 這類的舉動 所以當你學會了如何正確的啟動硬舉 全身一起同心協力的完成 彎腰舉重物這個動作 進而運用到你的日常生活 絕對可以大大減少你受傷的風險 不要認為硬舉是什麼大力士在玩的危險動作 或是什麼建立選手的專利 人人都應該要學習硬舉 你不用急著去跟大家拼什麼大重量 好好地把動作確實地做好 循序漸進地增加重量 讓你的身體慢慢進步 進化成足以應付你日常生活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 絕對可以大大提升你日常生活品質 最後 給一些不練硬舉的健友們一些建議 你是否深蹲或推重量一直遲遲無法進步 硬舉訓練會強化你的全身肌群 不論是直接的發力或是間接的結抗 它會讓你的臀背腿變得更強 同時也會提升手臂抓握力量 這對於你在訓練其他動作時有非常明顯的幫助 所以不要排斥硬舉 把它加入到你的訓練菜單裡面吧 那今天就先帶大家認識到這邊 我盡覺得在補上傳統硬舉 以及香菇硬舉在操作上的一些細節 讓大家可以有效安全地練習硬舉這個動作 不想錯過的話就歡迎訂閱囉 我是仁甘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有一個字幕下在一起 有沒有很多意見